中文艺 民间流行一句老话是说男主外女主内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不仅仅主内了也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重要的半边天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女性朋友她们可都是行业中的金国标兵 汉字书法凝结着中国古代先贤的聪明与智慧 今天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书法迷 他写的一首好字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不但可以双手同书还可以无比同书 右手写了个牛字 左手即将完成的应该是一个裙子 掌声 牛群 接着右手写了一个人 左手写的是 星 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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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队列已经写完了 牛人 一惊即绝 这边是群星 笑语 欢歌 再次用掌声 感谢冰阳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冰阳最绝的记忆 那就是同时用五支笔来书写五个字 书写书法呀 这个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 实际上书法这是一朵奇葩 很多孩子现在是电脑计算机 不写这个了 所以说这个应该好好地宣传 好好弘扬 这个好好传承下去 来 各位 现在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是五笔成书 开始了 哎呦 这家伙 这要何等的不专心啊 我觉得他拿笔就像拿筷子一样 天呐 太难了这个 五支笔在同一时间完成五个字的创作 你想象一下难度有多大 也就是一个人要同时分心做五件事情 人家说三星二义是这个意思吧 三星二义 人家是五星 这好还是不好 一星五义 二义 一星可以二用 三星可以二义 一星可以五用 现在我过去贬词 原来是宝 绝对新的理解 好 无比通书 好漂亮啊 中国龙 腾 飞 是假的 我们来人 厉害 哇 大家好 我叫尹苏丽 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 谢谢 为了配合他的话呢 一会儿我会用铃铛 来帮他明确一下 靶心的位置 毕竟他的双眼看不到 对 好 我们请尹苏丽在射箭的那一瞬间 全场保持安静 因为他要靠铃声来判断 我们射靶的方向 所以你们知道了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来 顾冰 准备好 你可以开始想了 修丽点头示意我 我现在可以摇铃了吗 你可以小声说 我可以传达你的意思 倒立起来以后摇铃 明白了 好 之前有过误伤吗 现在估计双脚好 摇铃 拉钩 好 好 哇 哇 这是一百斤啊 一百多斤的钢就要上去了 两百斤 三百斤 稍后周彦宏将钻进钢里面 我们要看是六名大汉 帮他把钢固定上去的 没错 而七星方仅仅用双腿就把他顶起来了 各位看他的腿多么的健硕 一位短跑运动员的腿 还能做一些动作吗 哇塞 好 如果你调整好的话 周彦宏可以进钢的话 请你告诉我 周彦宏有更重要的位置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巨浩 真的吗 我们掌声欢迎巨浩老师 进钢 请进入温 请进入温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重量大概 我这个重量的二百 二百五 二百五 没有 多少斤 一百六十多 一百六十 好 两百六十 好 我们看齐青方这次顶钢会成功吗 慢点 慢点 看到了吗 六位大汉已经非常吃力了 我们注意 排钢的这六位大汉已经相当吃力了 此时心里最忐忑的应该是巨浩老师 巨浩 我要希望他是一个金炭号 不要成为一个巨浩 希望你快速的旋转起来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们叫尤其我们下一位嘉宾 旋转就算了 周彦宏 将要做到我们钢的顶部 三百斤 张领你在开玩笑吗 如果他成功的话 齐青方挑战的将是三百六十斤以上 三百六十斤 你乖一点啊 别闹啊 现在齐青方 不放心的不是自己 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两位嘉宾 齐青方一直在跟我们的嘉宾说 这是我祖传的钢 后边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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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领 八位大汉 我脚下来三百六十斤 八位 已经增加了八位 八位壮汉 抬起了这个钢 天哪 给嘉宾鼓掌 现场的观众 如果松开的一刹那 钢依然稳稳地在齐青方的双脚上 松开了江领 让我们全场呼呼 三百六十斤 三百六十斤 齐青方 哇 哇 他还要再挑战更高的难度 将他转动 我希望看一看 等这个钢转过来的时候 巨浩老师的表情 张磊 用掌声给他们好不好 张磊 好 好 接下来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德国朋友 他来自德国 是一位绿色出行的倡导者 最大的愿望 就是唤醒人们对于环境的保护 2007年 他曾将自己的死飞自行车表演 带入中国 什么样的死飞 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他骑着自行车的技术 会是怎样的高超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种爱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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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